而一年一度的地球关灯一小时活动将在3月26号晚上8点30分 在花莲市港天宫与全球同步登场 而花莲市公所欧莱德国际公司共同串联 支持Earth Hours地球关灯一小时国际性的公益活动 欧莱德董事长格旺平也特地来到了花莲市为活动宣传 并且举办了座谈会 和市长魏家贤齐声呼吁响应这个节能爱地球的时刻 欧莱德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格旺平 特别来到花莲和市长魏家贤进行一整天的拍片宣传 还有广播专访 并且前往市公所和公所同仁来分享关灯一小时的由来及节能减碳观念 保护地球是人类 因为这个地球身份是人类的进去活动所造成的工业革命以后 从政绩集法里头到现在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工业检台就是我们所谓的检探台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恢复生物多样性 刚刚的场次呢就是在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场次 什么叫恢复生物多样性呢 我们不是会吐出 我们在吸气的时候会吐出什么 二氧化碳 那植物需要什么 二氧化碳 然后它吐出什么 氧气 所以我跟它是够存够伦 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不是留它们我们走 或者是我们留着它走 不是 而是要打它到一个平衡 所以呢 除了要减少碳排放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增加这些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恢复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森林 或者是恢复到我们海洋里面的生态 我们就可以减少现在碳排放一半以上压力 而且它是成本最低的 市长威嘉賢表示 过去关灯一小时活动 都是在大都会城市和知名地标来举办 今年第一次由花莲市港天宫担任台湾主场 届时全世界都会看到花莲市 也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共同来响应 我们花莲市的部分在3月26号晚上8点半 我们在花莲的港天宫 来做关灯一小时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藉由这个活动 让世界看到花莲 那也看到港天宫 宫庙之美跟庄严 那进而在疫情解封之后 有更多外国观光客会来到这边朝圣 那预计我们会有全世界的一个媒体 都会来做相关的报导 包含CNN 还有一些全世界的一个重要媒体 那我们希望说藉由这样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到 我们花莲也是对低碳旅游 很多的方向来做出努力跟贡献 欧莱德在2011年主办台湾地区关灯一小时活动 今年迈入第12年 每年有将近190个国家 超过18000多个世界地标一起来响应 董事长葛王平表示 关灯一小时的初衷是希望可以从改变生活小习惯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开始 3月26号晚上8点半 邀请大家一起来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 响应关灯一小时 让我们一起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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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世界变好 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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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好